二节 我们一起来礼授 请 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 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他说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 修持他的路 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 腰束皮带 吃的是蝗虫野命 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 并约翰和一带地方的人 都出去到约翰那里 承认他们的罪 在约翰河里受他的洗 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 和撒都干人也来受洗 就对他们说 毒蛇的种类 谁指示你们逃避 将来的愤怒呢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称 不要自己心里说 由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 我告诉你们 神能从这些石头中 给亚伯拉罕 兴起子春来 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叫你们悔改 但那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给他提弦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余火 给你们施洗 他手里拿着火机 要扬进他的场 把麦子收在仓里 把汤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愿神的话 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今天牧师 要和我们分享的题目是 赐下信心的主 我们请陈牧师来为我们正道 赐下信心的主 在上礼拜我们在我们的主日里面 我们知道说这一位神带来了盼望 带来了盼望 这个礼拜我们要来看主赐下信心 而这个信心它最主要是要给我们怎么样的信心 好 我们来看第一章 今天带将的第二主日 其实它的主题叫做预备以及信心 你预备好了吗 带将节是预备 是预备什么东西呢 那它跟信心有什么关联 好 我们来看下一章 带将是一个等待 等待什么 当主耶稣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开始他的生命跟你发生恋结之后 把你的现状改变了 那这个主耶稣 祂对于我们的等待 以及祂对我们的生命就有了一个连结 若是今天有个陌生人跟你擦身而过 擦身而过的时候 你不认识祂 祂不认识你 你们的生命没有交会的时候 你的现况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所以弟兄姐妹 在带将节的时候 我们来思考一件事情 主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 是擦身而过 还是祂伸出手来 你也伸出手来说 是啊 我们改变了 我们的关系改变了 我们的生命连结了 我们为什么要等待主耶稣 好 有没有人跟我说 你是基督徒 圣经跟我说 有一天主耶稣要带你 那我们现在在等待祂 请问你等待主耶稣要做什么 我们里面有人不在等待主耶稣的吗 好 如果有在等待主耶稣 请问我们等待主耶稣做什么 有没有人要取手 我曾经有生命很重的老人家 主啊 赶快来 主啊 赶快带我走 请问他等待主耶稣什么 得救 进到永生的国度 因为他在现今的国度 他觉得怎么样 痛苦 他觉得死在 没有办法再去忍受了 现状的改变 我们生命当中 你用现状需要主耶稣改变的地方 若是你觉得一些好好很好很好 主耶稣说 我来是生命的人才需要医生 我来为的是那些罪人 而不是那些义人 若我们非常的完美 我们说主耶稣够了 我们也说很客气 主耶稣你去帮助其他的人 我不用 我过得很好 你的恩典够我用 但往往牧师这几个礼拜 一直在强调一个重点 我们拿了耶稣基督的礼物 但是我们跟主耶稣说 主耶稣你不用来 你的礼物我也收到就好了 可能是给我们的才能 恩赐 金钱 权威 因为现状的改变 现状的改变 我们的生命还有没有需要被调整的地方 那当我们在等待的时候 等待的时候 我们要做些什么东西 有一个人 他非常的坚信主耶稣 是他一生的救主 不管在任何时候都会救他 结果有一次他们那个地方 烟打水了 好 烟打水了 然后呢 就有消防队员敲他的门 赶快赶快 烟水了 我们要赶快走 哦 你不用管我 你去帮其他的人 我的主会救我 好吧 你的主来救你 然后走了 烟到这边了 他说主啊 主啊 你来救我 主啊 来救我 然后划着小船 然后就 赶快 赶快 后面都已经没有人了 剩下你了 赶快上船 等一下这里可能连船都开不进来 你放心 我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 主耶稣进入会救我 好 灭顶了 赶快爬到屋顶上面 主啊 主啊 怎么还不来救我 我相信在这么危急的时候 你应该救我 果不起啊 主来了吗 没有 一台直升机从上面下来了 赶快 赶快 这个地区 那个水还要占高两公尺 赶快上来 上来 不用 我的主耶稣会来救我 他在那上直升机走了 好 最后这个人怎么样 淹死人 然后主耶稣来接他 主啊 主啊 你为什么不来救我 我怎么没有救你 我救你三次 我派那个人去敲你的门 我派这个小船要去救你 我派这个直升机要来救你 你都不理我 你都不理我 所以等待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要去做一些的准备 当我们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当主的救恩来到我们生命当中 但我们的生命已经被其他的东西 全部占据 我们没有办法 挪出一个空间 让主耶稣的救恩 降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这个等一下我会再进一步的这样 所以什么是我们目前的状况 你的状况如何呢 每一次来到教会里面 我们说平安 平安 小龙 小龙 平安 好 那两句话故意讲英文的 好怕我们都听不懂 好 OK 是啊 我们真的有平安吗 我们的手握住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有多少的愁烦 我们有没有期待目前的状况 有所改变 与人的状况 我们生命的状况 我们包含我们的情绪 包含我们的工作 包含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 我们有没有期待改变 还是当这个蜡烛 一根一根点起来的时候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包白色的蜡烛前点起来 主耶稣基督降临的一个象征 在这个月过去了 一切又恢复平静 圣诞节过去了 期待明年吧 期待明年 主耶稣会不会再次触动我们的心 原来我们的耶稣基督 是伴着百货公司圣诞节的周年庆 是伴着圣诞的话题 是伴着这些商业行为 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热闹热闹一个月两个月 然后就再一次的离我们而去 我们期待的这位救主 是这个样子吗 还是我们认为他真正有能力 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做一个很大的改变 所以我们来做准备 我们所要做的准备 就是对我们生命状况的了解 当我们了解之后 不管你是学生 你是成人 你会知道你有什么地方 是需要主耶稣基督的 好 我们来看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每个人常常处在生命中的困点 第一个 所讲的这个A点 就是说我们生命当中 常常有很多的缺乏 以及常常有很多的困难 发生在我们与家人的关系 发生在工作的不顺遂 有时候这种的狂野 你无人可讲 就如同这一片沙漠里面 就只有你一个人 只有你一个人 所以刚刚所说的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看见 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有没有正在这种的 旷野的当中 正在这种的 旷野的当中 那什么是旷野 看旷野 好 旷野里面什么东西最缺 什么东西 食物 水嘛 水跟食物是最缺 所以当我们说 耶稣基督是活水泉源的时候 这里所谓的旷野 所指的就是在我们生命 我们的生命里面 已经缺乏从主而来的 这种活水泉源 在幸存的生命里面 只靠着那剩下的一点点水 我们在这个里面 非常困难 非常缺乏的 在这边 痛苦的 一直过着 尽管我们身边的人 可能很羡慕我们 我们有好的工作 我们有不错的收入 我们也有子女 我们也住的也还不错 但是呢 生命中的旷野是在这里面 是在这里面 是在没有被人看到的里面 但是这个旷野呢 主耶稣基督 他说他是在沙漠 什么 主耶稣基督是在沙漠 怎么样的耶稣基督 在开江河 在旷野 开道路 在沙漠里面 在旷野 开道路 就是说 他要将这种的状况 做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但有时候 当我们发现 生命中的旷野的时候 等一下第三点 我们讲到信心 若我们没有这个信心 没有装入 主耶稣基督的应允 我们不相信 他是一个救主 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 这个旷野 也隔绝了 我们与主耶稣基督 昨天礼拜六 昨天礼拜六 再来来 那个小姐 有一个女孩来找我 是几点 五点 对不起 星期五 星期五 对 消除时间之前 有一个女孩子 他就开门 一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 今年后来问他 你十八岁 一开门第一句话 他讲什么去了 你还记得吗 你是牧师吗 你是牧师吗 他第一句话说 你是牧师吗 我说是 他说 这你是教会 我说是 然后他就说 我可以跟你谈谈吗 好 好 我只能说好 然后 然后 我就拿椅子要坐下来 然后他就说 请问 有没有 那个个别 就是说个别谈话呢 我说有 我就马上带到那办公室 好 门就关起来 这女孩子走到一个旷野的地方 她跟我叙述她的一个状况 一个背景 她的家人 甚至于是基督教的世家 她住在国外 她 她五年前搬来台湾 然后她的家 非常非常的 不是牧师 就是台部额月 所以她从小就是一个基督徒 她从来没有想过 她不是一个基督徒的状况 但是呢 这是一个女生既然的身份 但她的生命跟主 却没有真实的相遇 她五年前来到台湾 不同的语言 但是她很认真 她学习 而且考到了她父母亲 认为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她也这样去就读了 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呢 她在这样的里面 父母亲期待她在上一层楼的时候 她没办法对抗这个压力 她叫了一群朋友 但是在这个当中的时候 她发生了在她生命当中 非常难以承受的痛 她说牧师 我没有办法跟人家讲 我甚至于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接受了很久很久时间的治疗 她说我把我自己的生命封闭起来 她说我从小我的家庭就这样 主耶稣 你没有看到我父母为你做的 你没有看到我主父母为你做的 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她说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我感觉我的生命的当中 这个神从我初始开始 我就听祂的名字 为什么生命从来 没有跟她发生连结 而在她非常难过的状况之下 她身体被发现也有异状去检查 她有肿瘤 然后肿瘤 但是不是那么的严重 她去做的治疗 在这个治疗的当中 她突 因为之前遇到这个重大的事情 她有自残的一个现象 然后又肿瘤 她突然之间觉得她不要玩了 她说我不玩了 我的生命 我不知道我可以过几岁 但是我的生命我不玩了 我要能够重新有一个开始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她在台湾这五年来 她之前也有去别的教会 也有曾经在那里跟主 开始生命当中 在她发生事情之前 她有已经 她去到主了 可是因为这个事 她跟主就隔离了 所以我举这样的一个例子 她礼拜五来到教会的时候 她跟我说 牧师我两年多 我两年多没有去教会了 然后她来到南海 是找一个朋友 男朋友跟男朋友吵架 吵架以后她就走过来 走过来 她待了很久 她说她在那个一个角度 待了很久 她都没有注意 等她一起来 一走的时候 因为她肚子饿了 一看到一边是7 一边是教会 一边是7-11 一边是教会 她说我不知道 她一直在考虑 我要走哪一边进去 结果她走进来教会了 然后她就非常 就马上就是跟牧师说 牧师我要跟你谈这些东西 她的生命里面 当她走到没有水 没有食物 已经到了 没有办法再靠人 包含她自己的力量 来解决的时候 她知道这一位神 是在沙漠开山河 是在旷野开道路的神 我不知道我的生命里面 有没有遇到 跟这个女孩子 一样的难处 或许 连你的太太 连你的先生 都不了解 连你的家人 都没有办法体会 你封闭起来 你觉得 连耶稣基督 都不可能 从天而降的时候 试试看 再一次回到主头来 你看看 她对于她自己 所做的应允 她是如何的去展现出来 最后一个 在旷野当中 我们如何接待 主耶稣基督 请问主耶稣基督 降生的时候 她在什么地方 马朝 降生在马朝里面 为什么 为什么在马朝 恰笑一下 当约瑟 马利亚 带着耶稣 降生的时候 没有钱 没有钱 所以她没有驻马朝 有可能 但是圣经的记载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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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个样子 可以看一下 他们为什么在马朝 蛤 克马 对 全部都克满 全部都克满了 没有主耶稣基督的位置 请问主耶稣基督 住在你里面 VIP的总统套房 还是马朝 还是样太 当主耶稣 降生那一刻 来到世人的当中 她预表了一件事情 她说 狐狸 有动 然后 对 对 好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耶稣基督 知道 从头到尾 祂在这个世界上 祂所遇到的遭遇 但是呢 祂还是愿意 为我们哪个人讲生 生命的旷野当中 我们如何接待耶稣 当我们的生命 平凡的时候 你如何接待耶稣基督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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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你肯 将心中 这一个 可能连我们自己 很久很久都没有去打草 好 很久很久都没有去整理的心房 去把它整理 打草之后 待过马朝的耶稣 为世人受苦 放弃天上的荣华 到世上 走上十字架的耶稣 祂绝对不会说 你的生命那么的平凡 我不要入进去 你的生命那么的没有见证 我不要入进去 祂只有说 孩子你的生命 你的心灵 要真实愿意的接纳我 我说过一幅图画 达文西所画 那么会画画的人 通常不会犯错误 他画了一个耶稣基督 拿着一个灯笼 然后一扇门 古时候都有那个 那个门环可以敲 可是那一扇门没有 在信仰里面 主耶稣不强迫进入每个人心 祂说等你愿意 可能我们这里面 第三代的基督徒 第四代 第五代基督徒都有 第一代的基督徒也有 但是信仰没有办法去继承 正如我刚刚讲的 当这个女孩子 她生命当中她呐喊 你不知道我父亲母亲做了什么 我的爷爷阿公阿嬷做了什么 为什么今天 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不是说 如果信仰可以继承 她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但是在我们一般 往往的观念的里面 我们都认为 我们这样做 基督徒就应该得到 怎么样的一个结果 基督徒会遇到危难 基督徒会遇到困难 而不同的是 主耶稣基督 当祂被我们接纳 与我们身边在一起的时候 祂绝不临阵脱逃 祂绝不遇到事情的时候 就像我们常常受伤的地方是 没有人站在我们的身上 修执祂的道路 为主预备祂的道路 修执祂要走的路径 施洗约翰这样的提醒我们 在生命当中预备 预备预备 主耶稣要进来 在我们的使命里面 所以请我们 仔细的来思考 在这种跨别当中 如何接待主耶稣 好 我们来看第三个 主耶稣基督 我们连信心 都要从祂而求 主耶稣基督 我们对于祂的 一个信心来自哪里 就是祂从来不变的应运 祂从来不变的应运 圣经从前面翻到后面 这所有的运气 从来都不落空 所以 当我们常常在做一些 体验游戏的时候 我们会教一个小孩子怎么样 我说 像现在比较大了 那个 今天那个伟安伟心在这边 我爸爸妈妈 他能不能跟你玩过游戏 叫你站在椅子上 然后跟你说 我现在要往后挡 爸爸会接触你 不会喔 对不对 可是我相信小时候一定会 小时候 小孩子都很天真 很单纯的 一直往后挡 他觉得爸爸妈妈 好像跟他玩游戏 但玩游戏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信任 他相信爸爸妈妈 一定会接触他 他相信爸爸妈妈 不会让他受伤 他相信爸爸妈妈 他一定可以成为他最好的保护 所以 主耶稣基督 他不变的应允 就是 他 从 他为爱架生之后 那 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他 只要我们愿意 我们把他赶出去 他 一辈子都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这是来自 圣经里面 不管是从预言 主耶稣他所做的 或者之后 我们看到 包含法鲁 很多的使徒的见证 就是信心来自神 来自上帝 耶稣基督 永远普遍的应允 旷野里面 需要 活水泉沿 这个活水泉沿 就是 让我们 不是一滩死水 让我们 分享出去 我们可能 因为 要跟人 恢复关系 我们可能 因为受了伤 我们的 我们的 这个水池 很多东西都出去了 包含我们的爱 都出去了 都没有了 当你枯竭 当你剩下一点点的时候 不要说你们 牧师也一样 当我剩下一点点的时候 我绝对会自己保留 万一 这一点也给出去 我都没有了 那怎么办 所以当我们 没有一个活水泉沿 源源不断的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永远 我们没有办法 生命跟它 做一个连结的时候 我们实在 我们没有办法 远远不绝的 给出去 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 一直告诉我们 一件事情 我们是耶稣基督 合用的器皿 器皿就是一个装载 就是一个 把神的祝福 把神的爱 分享出去 的一个过程 所以 当 旷野里面 当旷野里面 没有水 引入活水泉源的时候 我们知道 在 大自然界 有时候 一个鸟飞过去 什么会掉下来 鸟屎 对 人大便会掉下来 里面可能它 怎么样 鸟屎 好臭啊 可是里面可能 有一颗种子 两颗种子 有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 很多的不堪 很多的不堪 冲往了大便 在大便的里面 有时候我们看到 我们的信仰 耶稣基督的一句话 两句话 好 其实在我们心里面 信不信信不信 还在怀疑的当中 引入活水泉源 让神的灵 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水来了 在这困难当中 信心的种子 其实已经洒下去 开始要茁壮 发芽 长大 所以 耶稣基督的活水泉源 它可以使我们本来荒芜的旷野 重新给生命一个自然的力量 茁壮来发芽 它是活水泉源 第三 它填满我们的生命 上个礼拜我举过一个例子 这个礼拜呢 这件事情已经确定了 上个礼拜我说有一个有钱人 病危 那是谁 在台湾引进信用卡的人 乌云兽 那已经确定就是过世了 在前期限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包含很多的人 他在一生当中 找了好多东西来填满 亚历三大三十九岁的时候 棺材忘了两只手 请让世耳看到 我们没有办法 带走任何的东西 在犹太人的智慧里面 他有一个叙述 他说婴儿出生的时候 好好大哭 手里充满着痛苦 但是手是紧握的 因为他想抓住 世上所有的一切 那当一个人过世的时候 两只手 软弱无力的弹开来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没有办法带走 世上任何的东西 而且他也没有办法 陪你走到最后 所以我们生命当中 这个空缺 这个我们一直要填满的 那个形状 我说比较 现在像我们政府 有做一些标案 这是被绑标的 主耶稣绑标 那个形状就只有他 可以符合的进去 就只有他塞的进去 就好像一个拼图里面 你随便找一块 要把它印记进去 没有办法 我们的生命当中所缺乏的 这一块 他的形状 他的重量 他的任何东西都好 就是缺乏主耶稣 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好的 那一个位置 你要用任何东西去填满 那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是不是 我们再一次重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是啊 他的应许 好 要不要做一个实验或挑战 去找圣经 从旧月开始 新月开始都没关系 过哪一件书 然后去找 然后里面牧师说 牧师有一处经过的 有一处记载 好像是落空的 好像是没有这个样子 好 可以去找找看 好 我们来看看 如果找到的话 那 牧师请你是牛肉面 不是 找到的话 我们来看看是真的 是这个样子吗 还是他的话 从不改变 从不落空 好 最后我们来看 在节目的时候 预备 我们先开始预备 然后 从主耶稣给我们的信心 最重要的 就是 当我们在等待 我们有这个信心 其实我们最要紧的 就是希望 平安喜乐的主 进入我们的心 我们所求的一切 不就是真因为 我们希望是平安吗 不就是因为 这个福音 这个福音就是 让我们的生命 能再受到这些瑕疵 让我们的生命 得到安慰 让我们的生命 得到医治 是的 平安喜乐的主 要进入我们的心 但是 圣经所讲的 约翰 是喜约翰所说的 修止主的道路 为祂预备 为祂预备 我们要预备 我们的心 因为我们的生命 要再一次 被主滋润 不再高度 所以 在一代将节的时候 这个其实是 牧师每年 在一代将节的时候 又是一个新的 一年开始 我又回想 两千年前的 耶稣基督 到底跟我们的生命 发生了怎么样的连结 怎么样的关系 感谢神 因为祂的降生 每年的圣诞节 我们可以再一次 再一次 来反省 回顾生命 祂的连结 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 在生命当中的旷野 重新成为绿洲 重新成为 飞鸟可以栖息 旅人可以休息 就成为别人 生命当中 可以停歇 可以得到处处的地方 我们同心来祷告 爱我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谢谢祢的同在 和慈祥的平安 谢谢祢在我们的 生命的旷野里面 开大路 主谢谢祢让我们 已经枯干的 这些树木 花草 重新 因为这个火水 将来进入 重新有了生命地 主祢知道我们的 信心的软弱 以及渺强 我们可能有人 在这个属于祢的季节 看到到处都充满着 由代表祢的象征 和记号的时候 主啊 让我们 除去这过多的包装 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祢 道成的肉身 来到我们中间 为了将那 出乎人意料之外的 平安 以及喜乐 赏赐地上 所有 你喜爱的儿女子民 主谢谢祢 主谢谢祢 求祢让我们 在这个季节的当中 我们透过每个礼拜 信息的一个显示 让我们的生命 更加接近祢 让我们的生命 真实的 与祢来连接 主啊 愿我们能够修执 全力的当务 入见祢的当难 谢谢祢 老高奉耶稣基督圣明 Amen 我们一起唱诗 来回应神的话 我们唱的是 新歌颂养以马内力 新歌颂养以马内力 云里 云里 阿明神大 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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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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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